今天晚上的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荷包 在今天強勁反彈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來賓 都送了一口氣 昨天大家舉圈 我說今天要是沒有反彈 通常要來罰站 今天都不用罰站 都坐在位子上 我們來看到指數大漲了 一百一十三點 收在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二點 特別是在今天 要往上挑戰月線 所以這談到底是談真的 談假的 夠不夠紮實呢 剛來介紹 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蘇維媛 菁姐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王兆麗 阿關好 大家好 歐盟頭部總監蔡明章 大家好 財經所助理教授謝晨諺 大家好 我坐著 葉子爺你有投票 金融培訓協委理事長林昌昕 阿關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蔡振華 阿關好 大家好 好 剛剛要帶您來關心 台北股市在今天出現了 強勁反彈 漲了一百一十三點 最主要是外資終於 浪子回頭了 回補三百五十七億 終止連四賣 外資不買則宜 一買就大買三百五七億 蔡總 外資到底在買什麼 對 其實阿關 我昨天就提前跟妳講 美國十年期公債直立率 到1.25 對 跳升四個基點 最後的收盤是跳升八個基點 收在1.29% 當然節目我不能跟妳講說 百分之一百今天會緩碳 但是那時候已經篤定了 所以外資是根據這個氣氛 這個氣氛 初步的Data病毒的利空 解除了 今年就買三百五十六億 他買的邏輯也很簡單 我們知道外資今年以來賣了五千億 就把過去賣最多給它補回來 你看聯電賣十萬張 十萬張 勤創七萬六千張 中鋼不是虎虎賣 半年報很好 中鋼今天補了一萬 接近八千張 台積電一萬一千張 紅海 紅海今天跟聯電一樣都除息 一日填息 對 所以就是買這個 我再證明給各位看 我們看2330的這個聯電 然後下面請看外資 我跟各位報告 從最高是62.7 這樣很高 那是四月 四月 到現在是七月多 這一段時間 外資針對聯電賣超 我今天下午把它算一下 四十萬張 四十萬張 那今天補十萬張回來 對 然後你來看一下 3481的群創 群創更可怕 從最高也是四月 三二點五五 這樣你知道賣了多少 超過一百萬張 群創外資累計超過一百多萬張 那今天買七萬六 昨天也買 那我特別講這個數字就是說 你賣了超過百萬張 你感覺今天你看這個數字 七萬多 你感覺說買很多 對不對 但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賣了百萬張補七萬張 一點點而已 還有很大的回補空間 對 當然我也不認為 外資會把今年在台股 賣超的那個五千 全部把它補回來 但是只要回補一兩千億 恐怕它的對象就是 所以觀眾記起來 外資的回補 就是過去它賣最多的 誰賣最多 金顏雙雄 面板雙虎 應該就是這個 或者中鋼 這一種的 它賣最多的 大概補回來 就是這一個 我們先請蔡總回座位上 我們要先投一下票 所以今天從外資大買 三百五十七的 買超標的來看 外資買了 連電一買買十萬張 買了台積電 金顏雙雄回補了 面板過去賣了 一頭拉骨的 也出現回補了 所以這些過去賣很多的 外資開始補了之後 是不是代表 金顏雙雄面板 特別是面板 在破底的情況之下 要開始破底翻了呢 所以外資回頭買 過去賣很多的這些個股 是不是就是 未來上漲的主角 請舉牌 來 認為市的給圈 好 我們看到現場有 六個圈 問一下聯電王來 趙麗 對 我覺得 聽說你是聯電最準的 還好啦 不要這樣說 我跟你講 聯電王 你要是陳彥馬上就說 對…你修得沒有錯 你幹嘛那麼客氣 那好了 聯電來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再講 那我就說你看 昨天為什麼殺聯電 因為氣息賣壓 還有昨天是外資的 台子期結算 所以你看昨天聯電 其實殺得很慘喔 結果今天一跳空 因為這個都沒有了嘛 結果一跳空 你看 聯電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野村也出報告啦 我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聯電會創新高啦 它的股價六幾塊會過 創新高啊 來 我們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創新高 來 K先縮小一點 我們來看創新高是 突破627啊 對啦 那個會過啦 那個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第二季 第三季又比第二季好 第二季的EPS毛利率 什麼都比第一季好 那明年又比今年好 所以那個會過啦 那只是這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傳染股在表演 所以讓它表演一下 可是現在呢 什麼表演一下 人家表演很久 表演半年耶 沒有啦 表演很久啦 已經很嗨了 所以我那時候 這個聯電會過啦 之後你看 尤其法說 七二八法說 現在到法說我覺得會漲 法說完之後 其實它釋放出來 第二季的半年報的部分 尤其第二季的獲利 會蠻不錯的 那面板的部分 我補充一下 面板我覺得 這個就不會過高啦 因為面板現在 但是面板是不是在走破底翻啊 對 它會反彈 它會反彈 為什麼它會反彈 因為這個不一樣喔 因為它的報價這些 其實第三季有的就已經下滑 第四季又會更慘 那可是呢 為什麼外資投信 最近有時候會買半年報啦 因為第二季的 面板的半年報一定很好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種會漲啊 可是它是一個 跌升性的反彈 跟聯電那種股票 趨勢性的向上 它是還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還是請蔡總帶我們來看 所以今天帶領大盤 能夠大漲百點的 就是這個個股啊 對啊 就是外資買的啊 對啊 台積電 聯電 鴻海 然後聯電 鴻海 在今天鴻海就破紀錄 我十年來破天息最快紀錄 在今天一天就天息了 還包括面板的群創 南亞科 國台積 對 我覺得好 今天買盤真的就是靠外資 因為外資賣最多 所以今天會一口氣回補的 只有外資 投信不可能這樣 那一般的中石戶都還在觀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尤其聯電的一個田息 台積電的這個表現 面板的這個群創 都表現很好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金融 其實今天外資的買超當中 金融也買了很多 那我們來看兩黨 金控雙雄 2881的這個 因為他那個過幾天 過幾天他們馬上就要除息 除息 那我覺得既然外資已經補了 就不會像聯電昨天的氣息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富邦金也好 或者這個2882的國泰金 這個股價都是往上的 然後我最後補充一點 大家最關心的貨櫃三雄 其實外資今天全部買超 外資全部買超 長榮 陽明 萬海 你不要看長榮 陽明 殺下來 其實每一個 每一檔他都各買8000多張 所以他有 他其實已經回頭買貨櫃了 而且我們就選擇這個 歡紅的2615的萬海 給各位看一下 我下面還是看這個外資 其實他已經連買兩天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小小的這個貓栗在這裡面 就是越買越多 因為跌得越多 所以他買得越多 然後我們看一下2609的陽明 陽明今天應該是殺龍之的 你可以看他也一樣買了兩天 所以大家關注了這個貨櫃三雄 其實外資今天也在這個試水溫 好 所以航運跌夠了嗎 剛剛蔡總說 你不要看航運好像很慘很弱 貨櫃三雄的股價 其實三檔我們來看三檔 三檔其實在盤中都看到跌停板 我們回到剛剛的航運股 回到剛剛的船產帶量 而且是大震盪 長榮看到跌停 陽明看到跌停 我們來看萬海 逼近 逼近跌停板 三檔要麼看到跌停 要麼逼近跌停板 雖然有部分的航運股出現撈尾盤 但是長榮和陽明仍然弱勢 所以到底跌夠了沒有 認為跌夠的給圈請舉牌 據說在今天已經很多 有買融資航運股融資的散戶 已經接到電話問你要不要補錢 我們來看一二三 三票圈 兩票 一票差 兩票在中間 我以為人給差 還沒有跌完 宣姐 我以為你是跌完了沒有 可是我覺得它是 因為融資關係 反台下可能會再押回機會有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跟大家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這樣子看 對 我們實在看這個圖 其實我今天特別跟各位介入 就是從航運跟電子這兩塊 我們去看一下整個航運的一個變化 因為其實現在航運的變化 其實它已經走一個下降軌道的一個部分 所以代表現在航運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好像找不到新的東西 什麼叫找不到新的東西 之前大家操作貨櫃 貨櫃完 漲了 然後我們去找散裝 散裝漲了 我們去找誰有航運的股票 所以變成說 手上有經濟膜的 對 誰有經濟膜 那變成說都漲了一定的 你說找不到新的機台 對 沒有新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 它不見得說整個走空 可是要讓它創新高 我覺得我覺得難度是挺大的 所以變成說它一個區間操作 走一個下降軌道的一個部分 然後走一個震盪 可能融資殺完之後 我以為你是唯一給差的 你看看 對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對 這個比較好大 我的看法就是下去 然後反彈一下 可是壓力還是蠻大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之前 為什麼跟大家推薦 比如說跟大家聊過鋼鐵股的時候 我最近開始比較轉向電子股的原因 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航運最近的一個壓力 確實是比較大 可是我們來看下面 電子股的一個部分 其實今天它是站回到月線 然後是一個相對強勢的部分 那強勢的族群就是在 車用跟LED這兩塊 那等一下LED跟大家報告 所以總結來講 航運比較弱 今天鋼鐵其實相對也弱 那電子的部分相對比較強 所以兩個整合在一起代表什麼 其實大盤就會整理 所以總結來說大盤就會整理 整理啊 對 變成一種個股的表現 因為三大族群電子 然後航運跟鋼鐵 那有強有弱 所以大盤綜合下來 就會變成整理的部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回到族群 好 那電子一定要看頭信 電子一定看中小 那怎麼看今天 今天頭信買超的事 也是這一陣子 比較強勢的個股 包括金豪科 敦泰 群創他開始買了 超風景碩 合金強貌 強貌最近也是強勢指標 同心電 南亞 福茂 我們看到頭信今天買的都是今天排名大漲的股票 對 今天頭信買了 其實他們都囤貨一段時間 其實他不是今天才買 我們來看這個金豪科好了 我們請導播上架K線 然後下面放頭信 我們就來看這一檔 其實他也不是今天才買 就是說他其實已經吃貨一段時間了 連四了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就是說比如說電子股 中小型 IC設計 頭信有先吃貨的 那類似這樣的股票 到後面往上攻擊力道 可能就會相對比較有限 但是很多已經漲多了 我們有做一份整理資料 我們來看 七月漲幅就超過三十八成 七月現在才幾號 才二幾號 他已經漲超過三成 再加上頭信索 這些個股已經漲這麼多還能追嗎 我覺得變成是一個價差的操作 就是說你變是強短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像強貌 盛群 然後領養這些 比如說像這個是車用二級體的 MCU的部分 那領養的部分 頭信 最近也是大幅度的一個買超 那特別這一檔 你們看一下 八二一五的明基財 那今天他其實 他今天是除息 然後直接沒多久就拉到漲停 那他反映一個題材 就是今天的一個中國大陸的中信證券 出了一份報告 他們對LED miniLED 未來的看法是非常的一個樂觀 所以帶動這個明基財 往上速的攻擊 我們來看看下一頁的部分 下一頁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圖表 這個是中國大陸今天的LED的股票 這個漲幅非常驚人 各位看一下 這個三安光電 今天漲幅是十個百分點 三天漲三成四 對 三天漲三成四 今天是直接漲十趴 然後這個瑞峰光電 今天漲停二十個百分點 然後華燦光電 今天漲了十五趴 所以這三檔都是 中國大陸非常具指標性的 LED股票 而且它有一個重點 比如說像瑞峰光電 因為中國大陸是下午三點才收視 它漲停是下午兩點 所以中間有十千差 我們臺股是一點半收盤 瑞峰光電是兩點才漲停 所以會在明天的排名反應 對 所以明天LED股票就會動 它會去做一個反應 那我覺得說 我們從華上觀難去看的話 因為華上觀難電 它有跟這個我們鴻海的群衆 做一個合作 那也就是說 如果說它跟鴻海合作 鴻海旗下有隆衆跟光鴻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從這邊去做選股 因為之前其實車用股票漲 因為寧德時代 然後這個航運股股票漲 因為中原海控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臺股 跟中國股市連動性 我認為反而比較高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上面去看的話 就可以發現什麼 如果中國LED股票大漲 那臺股當然有機會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部分 好 下一頁部分的話 我認為這檔宏家軍的這個 四九五六的光鴻 其實它就有相對的機會 今天股價往上做攻擊 那大家會想要有一點小上癮線 可是因為最近 當充的非常多 每一張股票當充都非常多 所以短線帶一個上癮線 我認為是還好 因為今天是帶量做一個突破 今天量是兩萬七千多張 那已經突破這裡的量 兩萬五千多張的量 月營收很明顯 都做一個上升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我們來對照一下 六月份的營收 其實光鴻表現很好 營收六月的月增率是五十八趴 像百鴻是二十八 光鴻只有六趴 頂元的部分是三十一趴 那另外光鴻部分 去年它只有賺零點一六元 今年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就賺了零點三八 所以它今年的第一季 已經賺超過去年一整年 而且多很多 那代表假設今年如果賺一塊好了 那有些法人顧到一塊半 那它本益比其實相對是很低的一個部分 那主要的題材就是車用 背光鴻跟mini LLD跟Apple 也有相對的一個關係 然後營收毛利其實都已經 竄升到二十趴以上的部分 所以因為今天的中國大陸的LLD股票都漲 而且漲停板是它兩點之後才漲停 在台灣的部分 我認為明天都有機會做反應 觀眾可以去留意一下 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到底要買跌身的航運 還是追持續強勢的中小電子呢 因為剛剛我們也問了航運 跌了那麼多之後 大家大部分都認為 所以是有機會反彈 我要去搶航運 在跌身之後的反彈 還是去追已經漲多的中小電子 怎麼做選擇 認為要去追中小電子的給圈 認為要去搶跌身航運的給差 請舉牌 好 追中小電子的有四票 認為要買跌身航運的是蔡走 照例放中間我就不問你了 來 問一下創新 我想航運還是會反彈 不過這樣反彈就做價差 但是如果喜歡做一直會創高的 那中小型呢 現在是資金開始流入 我認為下半年資金 就是像我們之前講的 開始從傳產流出流入電子 那籌碼也開始做轉換 好 來 鄭華 對 這個主要就是說 這個考慮到延續性 就是說我覺得航運隨時都會反彈 我認為明天其實機會就非常的大 但是你彈上來 那航運的斷頭賣牙洗完了嗎 不完全會洗完 還沒有完全洗完 但它太靠近季線了 它太靠近季線會有中長期的買盤進去 可是它當然是因為越界沒有站穩對不對 所以你反彈到錢高附近的話 它又會有獲利買監賣 那接到電話的投資人要不要去補 要補啊 要補啊 在這地方接到電話要補啊 要去補錢就對了 你建議要去補錢 我認為要補錢 要補 好 那繼續 所以呢 對 繼續 可是電子股不一樣 因為很多電子股它現在剛剛站起來 它其實有機會再創新高 它是有一個延續性的 就是延續性你可能甚至於可以放三到五天 甚至於三個禮拜 那還是蠻小的嗎 還是蠻小的電子嗎 小型的電子 大型的電子其實也可以 要看位階 其實我認為電子股都有機會 好 那我們等會再仔細來談一談 現在比較有題材 當然是電動車和蘋果手機 我們等會再來做討論 不過整個市場的氛圍是不是有改變了 之前呢 台積電除全息的時候 其實除全息之前的氣息漫壓是蠻重的 甚至於到聯電紅海之前 今天之前大家也都是 不要參加除全息好了 應該的行情不說太好 今天之後整個氛圍是不是大扭轉呢 因為當聯電和洪海一天就天息之後 是不是對未來的除全息行情 可以更樂觀 所以照理我們先來看 今天最最重要的是 聯電和洪海這麼大型 一天就完成天息 對 沒錯 其實你看這六檔股票 你挖掘出來一個現象 就是什麼 比如說大型的全息股 股本很大的 那相對上來講 氣息的賣壓會比較重 因為股本大 所以持有人太多的 有人要有稅付的問題等等 他只要賣個兩萬張三萬張一天 就是這些人 就不好了 那除其的前一天又是 所以我覺得 假如大全息的股票來看的話 你要參加除全息 再收盤前買 前一天的收盤 就明天要除全息對不對 我今天來買 比如說像 比如說聯電應該在昨天的尾盤 或洪海應該在昨天尾盤買 對 尾盤買 來買 你不要一開盤買 一盤一盤一盤 萬一真的出息 那天盤又不好出息 賣壓又太重 就啪啪又下來 那這是今天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 對 當然我們現在是晚上播出 所以換句話 想參加除全息的投資人 其實沒背負 但我們至少可以 從今天的除全秀來思考 明天這些個股 是不是有機會有好的表現 好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應該是這樣說 像晶圓 尾權店 金向光 等等這些的股票 相對而言 它就是所謂的權值比較小 市值比較小 所以氣息的賣壓 相對會比較輕 所以你看 你看今天尾盤晶圓就拉上來了 對 沒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除息的部分 但假如它的一個現金配的 相對比較少 它也比較不會有氣息賣壓 就是相對上而言 所以你看 今天的股價表現相對上來講 這些都不錯 股本小 那可是 那明天還會漲嗎 這個就不一定了 對 我覺得這個就不一定 因為它先漲起來了 對不對 它明天除全息 它今天先漲了 對 沒錯 那明天會不會漲 我覺得這個要看 未來的產業的狀況 那如果明天漲追不追 如果明天不漲又買不賣 對 那這個尾權店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 它在IC設計類股裡面 可是重點來了 這家公司你看 整理完 因為現在IC設計類股很夯 可是重點來了 你去看它的財報 它幾乎 業外賺的比重都非常高 比 業外賺的比業內多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 這樣你不用每次都說 我們回到剛剛的六光哥 看好的講就好了 來 我覺得看好的 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假如說以相對上來講 比較穩健的 我覺得瑞宜應該相對上 因為本益比低 那未來來講 Matebook它也有 是相對好 還是你真的看好的 沒有 相對好而已 這六檔裡面相對好 相對好不用講了 我們口袋的錢有限 我們要選最好的 所以這只是相對好的 不能夠 我們看到oz�old的錢 我還不錯 有一點 反應 我們可以去看 換你 一起留下